庆祝中华民国101岁生日 台湾民众热烈举办了双十国庆活动 台北总统府广场除了台湾民众外 也有许多大陆课与大陆学生参与 而大陆方面也传出台湾在大陆旧族的学生 在南京总督府前秀国旗 对大陆民众来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现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愿意以免签证或落地签的方式 接纳那些拿中华民国护照的台湾人民 于是大陆网民表示 看来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 要想办法成为中华民国公民 根据中共的说法 中华民国已被推翻 是个历史名词 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的孩子都知道 青天白日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10月10号 当中华民国国庆日当天 11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 站在南京的总统府前合影 他们举着一面大型中华民国国旗 有人手上还拿着小国旗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张国旗照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转载 不过到了晚间却被删了图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 在媒体撰文分析两岸社会正情 他认为 大陆民众对中华民国有了新的体认 他说大陆民众惊觉 竟然被中共党史骗了这么多年 八路军在抗日中的事迹被夸大与美化 而近年来大陆的民国风兴起成为风潮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 思想多元 道德教育 与大陆今天的极权独裁 与价值崩裂 形成巨大反差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给民众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尤其文革之后 所有人类的道德底线被突破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文化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所以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是被浸泡在中共党文化的毒素里 共产文化对中国社会老百姓期待人的这个洗脑破坏 带来的这种后果就变成了现在造假成风 地沟游啊 山去清安啊 实际上对这个整个人类文化 对整个这个社会文明都是一种破坏 另外范世平还指出 最近台湾成为美国第37个免签政国 是唯一的美国非邦交国 全球给予台湾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已达129个 但中华民国只有23个邦交国 反观大陆的邦交国有165个 却只有东地文等32个落后国家给予免签 无怪乎大陆网民表示 看来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啊 要想办法成为中华民国公民 原来台湾一个塑化剂 他们查得特别彻底 所有牵扯到那些药品啊全部下架 你如果大陆上这样查 基本上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这个劳费性的饭桌你都管不好 这个安全都保证不了 那你怎么来做一个执政 当委国观察两岸三地人民在不同的政情的影响下 不同的表现 除了这种大声喧哗的毛病以外 勾心斗角啊 共产党的钻营啊 不讲规矩啊 而相反香港台湾的那些人呢 就比较淳朴一点 他们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当中去 接收这个西方文明 而且很好地把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明 而一名大陆网友认为 台湾的民主政治让执政党受到制约 做不好就要下台 因此台湾民众现在生活得很好 对于中国大陆来 现在呢 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呢 也没办法进行制约和监督 然后他们就为了自己的特权 为了自己家族的特权 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 寄生这个中华民族的前途 这位大陆网友希望共产党的领导人 能为全体中华儿女思考 逐步放开民主政治选举 实施民主制度 他说这才是老百姓的心声